今天回到今天现场 到底开放观光 我们吃不吃得到这个饼 刚刚齐远你说 至少我们可以去大陆救人家 我们更厉害 让人到救到比较高端的客人 可能还赚得到钱 但是饭店这件事也要思考 因为我们也开放让他做饭店 竟然能够有能力到对岸做饭店的 哇那个要怎么样的财大气粗 其实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开饭店 这早就开放了 我们台湾有非常多成功案例 我意思说我们很多人没得过去 对 其实我刚才讲 我们不限得在 我们现在看两岸这个符号 我们台湾人其实在中国大陆开饭店 已经很多了 小到小民宿 我有朋友在丽江开民宿 他家不多 只有六个房间而已 他生意很好 他收入也不错 另外还有开一些小商旅 小旅馆也都有开 最有名的有两个案例 第一个陈友豪 开个降路在厦门 哇那个是五星级大饭店 哇那个是大财团 有本社人去开的 另外一个是元大集团 他在桂林 开个乐满地 他不只是有旅馆 他还有游乐园 他还有高尔夫 这元大集团非常有名的 南京他的一个 也开了一个元大旅馆 这是在大财团 大企业 当然还有中小企业主 也有啊 在那个上海西郊 台湾有一个姓詹的 一对夫妻 他们在他们 本来在台湾开律师事务所 在上海西郊 开了一个 假日酒店 也是一个新级的旅馆 台湾 台湾其实在中大陆 开旅馆的已经 很多很多成功的案例 这些人 他们都有把台湾的 很好的服务 就带过去 可是反过来 真正如果说是按照 入资在台湾盖旅馆的 98年开放到现在 已经六年的时间了 目前只有两个案件 但是你现在说的都很大间 我们用全画面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个是在大陆 广西的乐满地酒店 对不对 这是元大集团 这是元大集团的 你看这是元大集团 我们一般老百姓 怎么有办法开呢 对 这是在当地很成功的 当地很成功的例子 当然当地我们有很多 我很多朋友 他们开民宿 开小旅馆 他们也都很成功 那你刚刚讲到 降路是成友好的 对不对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也给观众朋友 看一下画面 对 那个也是大集大财团 对当然他是国际 下门降路饭店 我看得很大间 国际五星级大饭店 对 他是国际五星级大饭店 这是怎么带流台湾 在中国带流 发展得不错 这个是政府问题 但是我要讲说 但是如果说 今天这是大财团 大人物开的 但是其实有一些小老百姓 在动画大陆 开旅馆也做得不错 像我刚刚讲 那个占星夫妻 他们在上海新交开 那个假日旅馆 他们两个就不是大财团 就是中小企业 他把台湾那种服务精神 在那边去 去开旅馆 也很成功啊 他的旅馆不大 可是也是当地很有名气啊 所以七月的想法是 既然有那么大的市场 我们就努力去 对 我们台湾有很多很好的机会 所以那条路叫做智林路 热满地规模非常大 他除了这个18栋的高尔夫球场以外 他还有一个国家级的游乐园 就是有云霄飞车那些 但是其实讲实在的 因为他离桂林蛮远的 从桂林过去热满地 大概开车还有一个多钟头 所以他生意并不是太好 所以不是说台湾所有业者 到中国大陆去投资一定赚钱 但是刚才企业所讲的 两个大的集团去那边投资五星级饭店 真的有赚到钱 包括陈永豪的想路生意非常好 另外就是宝城集团 在中国大陆开的五星级饭店 生意也非常好 比如说宝城集团 在昆山开的五星级酒店 我就去住过 满得到不行 所以还是要去看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地方 另外台湾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刚刚齐月所讲 我们的业者秉持着钟小气的精神 到中国大陆去开这种民宿 把台湾的这种 很有人情味 包括很有服务到位的特色带进去 软实力带进去 在大陆掀起了很大的民宿的改变 包括刚刚他讲的丽江大理 有很多台湾业者到那边开民宿 开的也非常成功 所以我们还是要很客观的来讲 大陆的市场其实是比很大 但是你还是要有条件 你才能吃得到上 不管你是在服务上面 或说你在资本上面 你还是要有条件 但是跟老百姓这些相关的事 老百姓关心的是我的生活 刚刚其实都好谈到 哇 台湾有可能金门化 我们不要讲香港话 我们就讲金门 金门小三通就看到了 对不对 它已经是一个试点了 所以从金门身上 我们看到 哇 少奶粉 少日用品 房价炒高了 这样这种情况很有可能 在台湾发生 对 因为事实上 我自己亲眼在金门看过 就是不管是他们这个民众 来到金门 或者是他们这种 所谓高干来到金门 第一个 一定是买国灵魂 你知道吗 因为尤其像他们那个 只要食品安全 只要食品安全的这种新闻 一爆发之后 我跟你讲 那个抢得更严重 可是我们现在讲说 我们现在真的不在谈货帽 事实上 福帽现在 其实福帽跟货帽是一起在谈 只是里面货帽的那个部分 因为争议还很大 但是大家都说 货帽一好 这有将近8000项的商品什么的 对我们帮助很大 可是你知道在金门 其实实质上 那八成行的商品 早就已经靠一靠 为什么 因为它透过小三通的模式 早就一个一个 通通都往大陆那边送了 为什么 因为它基本上 没有什么载重上面的限制 我只要符合它的 那个包装大小 就可以 所以据说在金门 现在有一种新的行业 叫做小乌龟 或者叫小蜜蜂 那是什么样的行业 大家觉得小乌龟小蜜蜂 其实我跟你讲 以前我们已经跑单班的 我只要从这个地方 带了货品到这个地方 从甲地带货品 到乙地来卖 赚赚差价 所以你看 这个画面是金门料罗湾 对 那边有个水头码头 事实上你如果 其实要去那个码头看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它那个码头的地方 有很多黑色的地 你知道吗 一地一地一地都放得好好好 为什么它会有一袋一袋 你会觉得它每一袋都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是要符合那个海关 它进出的那个大小 但是它里面 都可以用最大空间 放东西 也就是说 我们这种 你刚才说的 什么小蜜蜂 什么小乌龟 所以小蜜蜂就是单班客 对 然后它就是在金门这边 比如说 我买很多很多的商品 比如说无人粉 日常用品 电气用品 它买了之后 就分装到那个黑色袋子里面 就把它搬到 那个小三通的货轮上面 载到对面去 等到厦门那边去 载到厦门 我跟你讲 这个才叫做一条边 你知道吗 因为我再去那边 马上就有人帮你接货 而且去那边之后 马上立即码头再帮你分装 好 分装完之后 这么有效率 我跟你说 一只庄 可以贪钱 差不多一千两千块 你不要小看 那一袋的一千两千块 你知道 因为有去就要怎样 有灰 所以它会再从那边 也有人帮它接头 从那边再带什么 比如说一般农産品 以为可以扛车回来就行了 因为这般农産品 那边也帮它通通分装好 所以它再回来之后 又当一次小乌龟 不不不不 所以又从厦门再带了一批货品 回来金门卖 到金门这边 一样是一条边 为什么 你到金门这边落地之后 它马上又有人来帮你分 所以它一天可以来回好几个船 你知道 我说一只两千块 你如果一天走一个三十三五座 六七千块也有 所以就发展出 你知道 这曾经有媒体报导的兄弟党 你知道 弟弟在金门 阿兄 兄哥 在黑门 两个这边金门这边 弟弟把它弄好 然后厦门那边哥哥把它弄好 这样赚 也可以赚一栋房子 好 所以我们到底是看到了商机 还是看到了忧虑 我们休息一会儿之后 再来做讨论